很多人问我这种豌豆凉粉是怎么做出来的 为什么你们做的凉粉不进到滑口 看完你就知道哪里做错了 准备一碗豌豆淀粉 然后倒进没有油的锅里 加6碗清水 先搅拌均匀以后再开大火煮至粘稠冒泡 转小火再煮3分钟 然后倒入碗里自然冷凉 等吃的时候切成片 再淋入调好的料吃就可以了 豌豆粉这样做进到爽口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